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在衛星影像可以看到 隨著高空反氣旋增強 中國東南部天氣是普遍晴朗的 看回香港附近雖然有一些雲層覆蓋 不過那些雲層都較為鬆散 所以早上的時候由清水灣向東望出去 看到天上的雲層比較薄 也可以看到不錯的陽光 不過大家也不要因為早上天氣好 就完全掉以輕心 因為在雷達的影像 其實見到在廣東沿岸 有些地區都是受到偏南氣流影響 有些趙雨的發展 所以香港今天預計亦都有機會是有些趙雨 大家出街記得要留意天氣變化 跟著跟大家一起看看各區的氣溫分佈 早上7點的時候 香港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在28度左右 天氣都有點熱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會是嚴熱 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預計最高氣溫大約在32度 會吹著和緩的東南風 我們展望明天天氣和今天差不多 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部份時間有陽光 而之後的兩三天 在高空反氣船的影響之下 天氣會再好一些 會是大致天情和酷熱 一節明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